第1300集 他研究银色怪术 他也没有任何情绪 而且自身精华 凝聚像十几枚果实 本身蕴含的法则与秩序不多了 除非以火眼金睛可以看得透彻 这株树内部有些问题 神性流逝严重 凝聚像果实后 他在走向干枯 所谓的成经 以及实现生命的月签 竟是以此为代价 舍弃本体 结出另类的生命果实 楚风想了想 将十二枚果实都采摘下来 收进石盒中 它们都化成的小动物 全是神级的 有拳头大的银尸 白虎 血色乌鸦 一个个都很不凡 楚风做出判断 这不是先天生物 但成经后 这样蜕变 依旧很诡秘 这是十几头神兽 这很意外 他身边多了十几位神级打手 楚风 可用自身魂光控制他们 教导他们一些东西 可查一声 这也是那株怪树四分无力 竟彻底干枯雨消失了 楚风露出异色 这是另类的心声吗 有树而果 化成十二只小动物 最后 楚风看了一眼 十倍 上面最后一段提到的是告别 大雨即生物 要深入小阴间 进入那传说中的大渊 看一看 因为 这片古战场上有痕迹 有提示 说前方的阴冷小宇宙中 有一片漆黑的宇宙深渊 楚风发呆 大渊中的古怪 与这些有关 他杀过阳间的神奇 从他们的魂光中已经知道 大渊下有一味恐怖存在 生命进入衰百气的末端 即将彻底寂灭 阳间人曾做个事业 检测过辐射值 做出这番推断 现在楚风大受触动 大渊下的存在 竟是在这里留下悲闻的大雨即生物 随后 他再次上路 带着十二只神奇小生物 感觉它们非同一般 值得训养 石河划过混沌 最后 终于贯穿过危险地带 进入另一片天地 残破的混沌宇宙 楚风到了 在路上时 楚风就将十几只小生物 初步训练一番 甚至还传给他们呼吸法 这些生物 一副懵懂的样子 带学习法门时极快 若是送进阳间 这种很有讲究的神兽 肯定有各种说法 它在混沌中诞生 多半会引起一些道痛惦记 楚风研究它们很长时间了 发现也许会派上大用场 现在先不管了 去图神 打开杀机 终于走出来了 贯穿混沌海 来到彼岸 楚风深吸了一口气 身体放松 这片天地很温暖 阳气 比小阴间要浓郁不少 但比不上抑郁 不过 灵气浓郁度却相当的高 不弱抑郁 放眼望去 远处巨型岛屿 悬浮 就在宇宙边缘这一块 毗邻混沌 楚风手持石河 站在混沌雾气中 眺望远方 那些岛屿上山川秀丽 灵气如潮 所谓残破的宇宙 就是因为当年大战异常激烈 留下许多遗迹 这片天地中 有星斗密布 也有很多岛屿 遗迹等 直接就漂浮在宇宙中 楚风的身体 如同炒豆子般 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他在用长御中的手段 重塑自我 不仅是肉身 连同那浑光的气质都变了 哪怕以天眼观察他 也不是楚风 而是换了一个人 无破绽可寻 他换了一身衣服 像是一介书生 跟宇宙中一些 古文明时代的人相近 他知道 在这残破的混沌宇宙中 有科技文明 也有古诗国度 文明种族不同 服饰等也大不相同 不过 终究都是在走进化炉 楚风扫了一眼 一些杂鱼 暂时就不杀了 看到混沌边缘 一些岛屿上有人助手 是杨检的人 他现在的目标是神 楚风双目炯炯 无比坚定 我来了 他要开始收立 来自杨检的神 为那些曾经让他欢笑 让他悲伤与难忘的人复仇 一瞬间 他的眼前浮现很多身影 大冤叛 父母临死前还在惦记他 嘱咐他好好的活下去 大黑牛 东北湖等人豪迈 嘶吼化成血雾 还有黄牛 欧阳峰等人 一个又一个的倒下去 行神皆灭 那时他太无力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自身难保 只能听到杨检的进化者 冷漠的笑声 看着他们肆无忌惮的屠杀 虽有夭夭大战太武 但最后还是白衣燃血 双目失神 跌落进那永恒的黑暗中 再也没有出现 雷弓 天刀 彼岸花 一个又一个人 从各自的修行之地走出 明知不敌 也要去迎战御外敌 最后全都自爆 悲壮落幕 血染星空 我终究是过来了 一年岁月 白载沧桑 为此我不惜练禁法 小六道时光树 只为 与你们清算 连他的孩子 小道士 都因此要去 再次踏上轮回路 去阳间 为他打前斩 为母亲 秦洛因报仇 他曾答应秦洛因 要照顾好这唯一的孩子 结果算是失言了 他没有能够做到 小道士 知神上路 再入轮回 楚风的胸腔中 有一股火焰在跳动 想要一声大吼 打破天地 斩尽阳间那些神 家人不在了 朋友也都不在了 一切都拜阳间那些进化者 所为 他的强大魂光 无声无息的 扫过前方的岛屿 从一些圣者的头脑中 寻到一些重要信息 事实上 他在横渡混沌过来前 已经屠神 从那几人的魂光中了解到 想要知道的消息 现在 不过是 再进一步确认而已 他从原地消失 断入远方的星空中 按照从那些人的记忆中 搜索到坐标 急速而去 楚风已经确定 自从太武的道身被干掉 死在大渊中后 杨洁 再也没有天尊降临 越发的谨慎起来 只要没有天尊 一切都好说 云红星 一颗很庞大的行星 非常繁华 在他的周围 有很多遗迹 都漂浮在星空中 比如巨大的山体 不弱于星辰 一些灰红的废墟 如同无数小行星排列 这就是残破宇宙 哪怕是宇宙间 外太空中 也有很多这样的瓦砾地 一计众多 可见这片地带 昔日曾经多么的不一般 打成这个样子后 竟露出如此多的洞幅等 散落星海中 庞大的云红星上 湛蓝大河套套 带着少许太阴武器 非常的壮阔 从雪山起源 横穿无数山岭 高原地带 足有百万里长 此时楚风以解书生打扮 站在一艘小船上 顺流而下 接近目的地 红城 坐落在一片平原上 百万里长河 从这片平原经过 各种滞留 湖泊群等 让这里的土地 无比肥沃 年年丰收 楚风舍弃小舟 在路上已经了解到足够多 便直接进入红城中 钢铁般的黑色城墙 非常高大 闪烁各种符号 坚固不朽 据称海量的 金深层次进化者 一起进攻 都打不穿城体 楚风进城 顿时感觉到滚滚红尘气 热闹无比 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 叫买叫卖声 不绝于耳 嘿 一千五百年的红云果 做成的冰桃葫芦 美容美颜 促进睡眠 灵药中的精品 不好吃 不要钱 飞龙肉啊 飞龙肉 刚从星空中猎杀回来的 六翼飞龙 靠在金黄仙内 美味中的生品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买剑了 买剑了 流金骨剑 掘开遗迹后 发现的十千生剑 风锐无比 一念间 客栈妖魔鬼怪 黄黄剑光破云霄 罕见的精品呢 可以说 这座巨城市 异常繁华 到处都是进化者 大街小巷街 全是各族的修士 大多伪人形生物 当然也有很多异类 楚风左手一串 一千五百年的红云果 做成的糖葫芦 右手一串鲜嫩的 飞龙烤肉 吃的是津津有味 事实上 他的魂光 在悄无声息的抬寻 他已经知道 这是一处重地 杨洁 有些神奇 坐镇在此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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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